北京经常都笼罩在霧霾之下 要对抗霧霾 有人会选择戴口罩 有人会减少出街 也都有人三年纪以来 每一天都记录霧霾并且广泛分享 希望民众不要习以为上 我会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地点 然后对着同样的一个建筑物 那就是北京电视台 我把它拍下来 周毅在2013年开始 每一天都用手机记录下北京的天空 其实非常严重 严重到我都没有办法到户外去做活动 下了班只会回到家里面 然后紧闭的窗户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你没有事情可做 偶然间就拿起手机拍一拍 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 这幅五米长的作品 就是三年纪以来拍摄的过千张相合并而成 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图片 它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经常有一句话不是讲吗 就是说如果图片可能会更加 有比数字可能来得更加有说服力 周毅无心插楼的作品 更加获标是一些咖啡馆做展览 我做的一目了然的这个体会啊 所以那个地方呢我也会把我的一些图片 把我整个年报放在他们那个咖啡厅里边 然后供更多的人来分享 也有人在问我说周先生 我们的雾霾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消除掉的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比如在五年十年的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能不能集公众和社会的力量 我们能够在五年十年当中 我们把雾霾这个问题解决 周毅希望有一天他的手机拍到的会是一片蓝天